洛杉矶华裔刘凤兰律师表示 加州州长纽森的施政作为 已经引发许多民众抗议与反弹 包括向非法移民提供医保 对个人和企业科征的所得税为美国最高等 此外 纽森任职期间 加州拥有位居美国最高的贫困率 不仅如此 加州当局关闭餐馆等小商家的防疫政策 严重破坏民生经济 此前 纽森还违反自己颁布的防疫令 未戴口罩出席室内聚会 引发大量民众批评 而且把人家那些small business 小生意什么发廊餐馆都给人家关掉了 他自己又不戴口罩 又去室内坐着吃饭 而且据说州长自己的家族企业 也是拿走了很多的联邦资助 比普通老百姓要拿得多出好多倍来 所以大家就是这个疫情 对这个州长更不满意了 刘律师认为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业者戴上口罩营业 以帮助小企业度过疫情 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老百姓 给那些小业主 给大家都发上口罩 让大家带着口罩去工作 而不是把人家生意拐掉 让人家都去倒闭 他不让这么多人都不让工作 大家都待在家里 那现在显然又去整天就是party嘛 那大家不上班当然去party了 现在有就是新闻报道 他指出加州的极左政策最令人难以接受的 是激进性教育政策 根据大纪元报道 加州大学UC系统的十所校区 当前正在推动实施免费提供堕胎药给大学生 因此刘凤兰呼吁 希望民众把握机会 踊跃联署罢免 据罢免纽森2020的网站显示 该行动必须在今年3月中旬前 收集149万5709个签名 才足以启动年终举行的罢免投票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